我比较能吃辣 再来 辣辣 没关系 再来 再来一勺 再来一勺 好嘞 谢谢 吃遍河南美食系列 今天在焦座武志县 尝一尝著名的武志砂锅 这什么情况 咋没开门 就是休息了吧 还是我来早了 下午5点营业 还差15分钟 我们稍等一下 好像有人 估计是还没到时间 老板还真是挺准时 说5点就5点 一分钟不差 这一共有9种砂锅 老板帮我来一个酥肉的 一个人 我一个人 这一份应该不够吃吧 差不多 大概都是一个人一个 我比较能吃 再给我来一个剑斧肉 再来一个素食锦 这也估计出六个 那多大的碗 有这么大 大概这么大 没关系 三份我应该能吃完 吃不完 这个店是在一条县道的旁边 门口来来回回的都是大车 反正感觉人少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家生意还挺好的 刚刚开门 然后已经有了三桌人了 可以放辣椒 有辣椒吗 有 这会儿可以 好的 把这个免费的青菜加到砂锅里面 这个砂锅的保温效果一看就特别好 青菜放进去一下就烫软掉了 有辣椒不要 要要要 这油泼辣子吗 嗯 好 再来 我比较能吃辣 再来 辣辣 没关系 再来 再来一勺 得得一勺 好嘞 谢谢 这个辣椒看着太过瘾了 好的 这个汤一直还在滚着 全给我吧 嗯 全给我吧 太过瘾了 哇 这个砂锅真的太爽了 把砂锅的汤浇到米饭上面 这一看就超级下饭 摆上两勺骨肉 太香了 这个油泼辣子的味道 刚才已经不照见了多少口口水了 啊 这个油泼辣子太香了 又香又辣 啊 得紧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吃米饭的人 但是他们家这个砂锅 太下饭了 见腐肉 应该也叫腐乳肉 这个肉看起来就特别的解馋 下上两片腐乳肉 小酥肉 素食斤里边的豆腐 炸的豆腐 有千章 蘑菇 还有粉条和青菜 已经是冒煎一碗了 得随时注意 小心掉下去 掉的每一口都是损失 哦 这个腐乳肉真的太上头了 特别香 我吃 每一口的感觉都是那么上头 素食斤里边的粉条 粉条是我的最爱 粉条是我的最爱 特别香 你好 帮我再来一个米饭 满头大汗 鼻涕一把 累一把的太爽了 这个衣服已经穿不下了 豆腐 黑木耳青菜 粉条 酥肉 现在就恨这个碗真的太小了 哇 这腐乳我已经吃了七八片了 里边还有这么多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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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二米饭应该是用碗蒸的 太烫手了 又香又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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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碗太烫了 嗯 一边吃一边掉 每掉一块都有一种抱装备的心痛感 我进来的时候五点 现在五点四十 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我这个腐乳肉的砂锅就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只要下筷子里面就还有 我的天 还有 哇 豆皮 特别好吃 吃米饭吃的最爽的一回 这种鼻涕一把 泪一把 吃饭的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了 我发现我刚才说这句话 用词 顺序都已经组织不好了 太爽了 刚刚吃的时候我还敢把这个油泡辣子 里边的这个辣椒皮子 顺子饭一块刨下去 这会儿已经 上头了 就不敢吃这个了 帮你们看一看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两份米饭吃完实在是吃不动了 嗯 再来个面吧 作为一个面条的主播来说 遇到这么好吃的砂锅 怎么能不来上一碗面呢 我也以为装面的碗会大一点呢 没想到也是一样的 哎 这个碗蛋太影响我发挥了 嗯 这个是别人的 嗯 这个是别人的 三人餐 这是我的一人餐 估计下一次那个帮我点菜的阿姨 再遇到一个人点三份砂锅的情况下 他就不会再攒钉截铁的告诉别人说 你一个人吃不完三份 帮! 再来呢